早安 早安 全英國聽眾全球環的 早安 今天我們後面突然很漂亮 我最喜歡古堡 我經常都說 我其中一個朋友 他當然不用什麼優柴優米的那批 有新的優米還是優米的 包括年來都是 我的朋友是更不需要優柴優米的 即是預生俱來就不用優柴優米 本身優是今晚吃什麼好呢 就擔心 所以好東西都吃過了 我有一群朋友很有趣的 我經常問他 我一輩子都沒有做過事的 我有朋友是不需要做事的 他就是家族的基金養的 即是每個月發放軍響那些 是的 那你都可以做事的 如果你做事的話 就沒有了軍響的 是的 我想靠努力 但我又想每個月發放軍響 不行嗎 不行的 即是每個都不如對他這樣 你可以選擇 因為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去做事 但是這個基金就不會再發放 那不是很笨 如果我是這個家族出來的話 我想我會繼續我自己的人生 我喜歡工作 但你可能每個月找1萬5元 但是你的發放基金是有50萬 很笨 是20萬 是的 但是你還是選擇自己打工1萬5元 不要20萬 我想我會想嘗試一下自己去打工創一下 然後接著下來的時候 是不送客的後悔 我想問一下 入罪有沒有發放軍響 有 有 10萬 如果你是基金養的 譬如20萬一個月 你的配偶就會得到你的一半 即是你們一個月有30萬 而每三個子女就是5萬 每個月多5萬 是的 是這樣計算的 他們是OK的 是的 是 而大概每10年 你就可以向基金申請 那就是你的房子再大多500呎 嗯 每10年 他們有沒有招親 有 有 有沒有招親 有 我認識幾個 我不是只認識一個人是這樣 我認識幾個朋友都是 都是在花基金錢的 是 是 是 配偶就是這樣 但是離婚就沒有了 嗯 打死也不離婚 那不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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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家有權離婚 你表現不太多 你進去拿他的基金 告訴你 18本武藝這些 不少的 基本的 基本的 是吧 他講得多兇狠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我是 我是 人的性格 如果我是 他 但是他們的家族 都有人是 不拿基金的 嗯 就是 憑自己雙手 就是 創自己的天地 是啊 有的 結果如何 結果都有自己的天地 不是 我那間失敗的例子 成功的 我不想聽 哈哈 哈哈 我也想知道失敗的 為什麼 失敗的 我不懂 我懂得告訴你 哈哈 全部都很失敗 總有人 還有另一件事 他們的家族 因為顯赫 大家都會給面子 容易一些做生意的 是真的 這個是因為他們的家族的問題 所以他們做生意 亦都方便一些 這個是事實 因為我頂著這個招牌 這樣出去談 就是頂著自己 祖先的招牌出來 都是容易的 這個是事實的 這個是真的 不像我們這些 在波蘭街大的 自己打出天地 哈哈 哈哈 是那一層 是 他們那一層 是跟我們那一層 是嗎 不同的 你知道地球 就算地獄都有18層 和第一層 你只不知18 我都32 你多了很多層 我是一死落了18 由18那裏再審判 哈哈 我都說不要審直接 我肯定是32層 他都要審的 再審 不是啊 激活不及 慢慢 再落了 再落了 地心 再落了 地心 地核 是啊 核心的中層 再落了 好了 這個組長很有趣的 今天看了一單新聞 想和大家分享 當然 我覺得這單新聞 是孝感動天的 真的 但是有時候 你說孝敬 雖然我覺得 他的本心是好 但是犯了法 就是犯了法 但是我想很多人 都不知道這件事 犯了法 我自己本身都不知道 我說真的 我自己本身都不知道 我想如果有人捉 我想我應該是死了兩次 應該是 或者抓了到現在 還沒訪出來 都還在那裏 終身 還在那裏 還在那裏 和肥媽在唱 特別多是什麽呢 你們家裏有沒有四腳蛇 有沒有見過 四腳蛇 但我家裏沒有 牠爬都不高 是吧 牠來不了這裏 因為我家裏是木蘭製的 木蘭 因為我怕人看到 我又叫做 重逢木蘭 我不知道你知什麽叫 重逢木蘭 搭著這樣就看不到 沒有空隙 但是有空氣 但是就看進來 因為重踏就是怎樣 就是這樣 它要打橫這樣 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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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進來看不到 但是空氣可以進去 OK 因為有風進去 就有空氣 因為如果你攔得太緊 沒有空氣也會被焗死自己 是吧 所以這種叫做重踏木蘭 我突然開始發覺 整個花園的木蘭 都是用重踏的木蘭 我發覺越住就越多 突然有一天就發覺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就是什麽呢 就是四腳蛇 就是壁虎 那你知我 開門關門 有時我不知道它躲在哪裏 哎呀 你不是夾到它嗎 軟臂臂臂的 不是啊 我一開門 是劏開了它 掉到地 就是它一分為二 你門那下 就好像斬頭 一聲 它一分為二 我整天都 跑一聲就跌了 下跌 哎 整天真的很多 整天真的很多 整天這個問題 基本上如果以我記得的話 夏天就很容易中的 所以我現在開門是怎麽開的呢 很少會這樣 拿著那個木蘭 先搖兩下 嗯 搖到它先跌下 不是 嚇走它 嚇走它先 因為我一開呢 它不知道我開門 它會劏開了它 哎呀 但是我很擔心 怕蛇蛇 你是不是 但是我不怕 不知道我很擔心蛇蛇 多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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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面你去抓它嗎 不是 我看到它走的時候 還有那些顏色 我下次找一個很可愛 剛剛 最近很多 你戒開了那些 不是拿來給阿智 不是不是 戒開了那些 真的很大賤 可能我小時候 都被長輩嚇 我小時候斷了一條尾 就會走你耳朵 噢 噢 說得多我怕 你怕了它 它真的會掉你耳朵 它都會 但是我中間這樣剃開它 不會救得回 那好吧 最近 如果你們不怕的話 我剛才找一個玻璃瓶 抓一些回來給你看 因為外面發現 這麼小 小的手指甲是四腳蛇 出生那時 只有這麼小 那真的很有趣 是BB來的 很有趣 在桌子上 這樣自己走 人生還沒出生 兩天就死在你手上 不是 我找一個玻璃瓶 又回來給你看 就是 手指尾的手指甲這麼小 你這樣也抓到 你家裡有多少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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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很小的 剛剛出生的 很有趣 你容許它們跟你同住 沒有所謂 大家 太多了 我可以的 我是幾大自然的 你有蛇 可以的 有那些一條條的 也可以 四腳蛇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的 我是小鳥的 有四腳蛇 沒有其他昆蟲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蚊 沒有 蟑螂也沒有 沒有 它給它吃了 因為它是 是啊沒有 它連蟑螂也幫你吃了 因為它蟑螂 烏鷹全是它的食物 所以它是 有四腳蛇就沒有其他 所以我小時候 我阿嬤說 什麼都可以搞 不可以搞四腳蛇 不可以玩四腳蛇 它說四腳蛇 是蟋蟲來的 這個我知道 這個是 我阿嬤說 你知道有四腳蛇的屋子 是很乾淨的 因為它是吃光你的那些 即是蟑螂 垃圾 什麼都吃的 是 因為它幫你 打理 其實 簡單來說 它幫你打理 你的屋子的 害蟲 它吃光 它什麼都吃 你會不會突然間不見了 垃圾吃光 即是家庸 好像挺好夾 所以 家中 我們沒有這些 剛才剛才說的 害蟲 因為有他們 住在那裡 住在那些木蘭裡面 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有趣 它一到熱天 它走出來 就自己曬太陽 然後 它是夜行動物 托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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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有趣 他們是夜行動物 他們夜行動物 即是天黑才出來 日常你很少見到 即是他們躲起來 為什麼今早這麼早 講四腳蛇 其實四腳蛇 最近有一宗新聞 如果剛才不是說的 我現在推門 我現在推門是比較小心的 我會將木門 搖一下 即是花園的木門搖一下 即是聽到 這樣它就會走 我才開 那就不會有事 OK 多謝打賞 多謝這位 村民打賞 看到打賞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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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開始 就是搜車 你知道搜車 通常大量搜到什麼呢 就是那些 譬如毒品 海洛櫻 跟著大馬 屍體 未完畢 未完稅 什麼香煙 這樣就抓 我覺得第一次 聽到這件事 要抓 在他的車搜到 420條 四腳蛇 蛤? 420條 哇 要抓 現在是要重判的 在哪個地區 420條 河南 OK 它放在地上 逐條和它掃 在他的車裡找到 哎呀 它拿來有什麼工容 是啊 死了 乾了 那個 是啊 420條 OK 420條 我想我家裡應該有這麼多 你家裡有這麼多? 在那個花園外面的木欄 我想 我想都應該有 如果有一天突然開咪 你還沒有回來 你應該是被抓了 我被人抓了 OK 哈哈 最近呢 有兩個男人 就是拿著車之後 接著呢 就是 抓了他 因為呢 車裡面呢 有四百多條 這個呢 四腳蛇 就是叫做 壁虎 OK 現在呢 叫做行政拘留 它是要重罰的 要 收了四百多條絲 這是什麼來的 藥材 是啊 我想問中藥有沒有這些東西 中藥原來是入藥的 是的 而且 你知不知道 它的名字呢 如果你就這樣打 中藥呢 叫守宮 就是守護的守 宮是宮廷的宮 原來就是壁虎 就是四腳蛇 是入中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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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來做中藥的 所以我也是懷疑它 是入中藥的 是入中藥的 而呢 剛剛堵破了一個 叫做 濫捕這個 就是四腳蛇 很殘忍 濫捕 那當時呢 就抓他 他說我們在這個車裡 搜到 有四百多條的 這個四腳蛇 然後呢 你這樣這樣這樣 他說 我不知道四腳蛇 原來都要坐牢 但如果他是自然死亡的話 如果他是謀殺 就要坐 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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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那些CSI 究竟是自然死亡 還是謀殺 捉他很明顯 是吧 四百多條命 很快坐 很明顯 我再讀多一次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不知道 我凡是不知道的東西 哎呀 你也要倒了幾條 我也倒了幾條 你真是殺 是啊 我倒了幾條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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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呢 有一個叫做 國家保護動物法 也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法 四腳蛇是野生動物 壁虎是屬於 我們家中看到的四腳蛇 壁虎是屬於國家保護 有益 或有重要經濟 科研價值的 陸上野生動物 是被列為三有保護動物 凡非法捕捉 擁有一隻已經屬違法 它二十隻是 叫做 視為重罪 五十隻是極大刑事案件 它四百多隻 要終身 是要嚴重的懲誡 是 我沒有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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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誤殺 我沒有抓他們 我沒有抓他們 當時你知不知道 這兩個男人 當場認罪 他說我真的不知道四腳蛇 原來是受國家保護動物 他說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哭了 你知道他們說什麼 他說因為我媽患了癌病 是的 還有我媽媽中了瘋 所以我特地抓他們 給我媽媽用來煲藥吃 那不會有得興奮 OK 因為由於他媽媽有心臟病 還有腦血管撕裂 簡單來就是腦中瘋 所以他說我特地是 他是跪下 真的懺悔 他說因為我打算 想要醫治好我媽媽 其實我不知道 原來這樣犯了 國家的保護動物罪 那我就立刻今早心想 這件事我也不知道 萬一我木門夾死了它之後 你剛才不會當著你 你又這樣說 他在說野生那些 但是你那些不是野生 野生 我沒有養到他們 你那些是自家培籍 不是自家培籍 他都是野生 原來四腳蛇是國家保護的 我想告訴你 你知道嗎 OK 我今早真的找了 因為大家齊齊上課 四腳蛇堂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不懂 我不懂的東西大家分享 原來四腳蛇在中藥裡面 叫守宮 就是守護的守 就是宮廷的宮 有些人叫蟬蛇 有些人叫壁虎 有些人叫四腳蛇 都是那樣東西 四腳蛇原來只是在東南亞及熱帶 中國只有南方有 北方是沒有四腳蛇的 為什麼呢 熱帶的地方才有 是啊 熱的地方才有 因為它是靠太陽的溫暖去保護自己 就是等於像鱷魚一樣 要出來曬太陽 但是它的皮膚也挺白的 曬完之後曬得這麼白 是啊 它本身透明的 黑了 好了 四腳蛇由於是季節性的動物 冬天是見不到牠的 牠躲起來了 因為冬天會躲在一個地方 不活躍地移動的 在壓熱帶的地方才看到有四腳蛇和壁虎一樣 在冬季它們會進入冬眠狀態 基本上找不到牠 冬天也不會出現的 大部份的壁虎都是晚上及黃昏才出來找食物 牠們吃的食物是什麼呢 就全部是蚊 蟑螂 螞蟻這些 就是害蟲 所以它被譽為地球上面最有 最有 最有的就是生存的價值的這個憶蟲來的 所有的鄉下人很喜歡牠們 見到牠們是很開心的 見到牠們都很正氣的 對 很正氣的 但是牠們的身體裏面是有微毒的 好了 這個部份講完了 它說由於牠們 瞳孔會放大去找獵物 牠們基本上都是吃蚊 吃蟑螂 那些有害的昆蟲 原來牠們在本草項目 他們是入藥的 而牠們能夠醫治的東西 OK 我現在再講 壁虎入藥就叫做手工 手工就是 它將壁虎曬乾了之後 就叫做手工 是入中藥的 專醫什麼呢 老企 專醫 腦中風 中風 癱瘓 封失關節炎 臨巴癌 臨巴核 臨巴食道癌 肺癌 所有的腸癌 和懸發性肝癌 都是靠牠去醫治的 是否因為牠本身身體裏面有微毒呢 沒錯 所以牠們入中藥 手工是很名貴的藥 所以 因為我剛才看到那個男人 跪在地上 在頭上 不是我真的醫我老母才抓牠們的 醫我老母 但是牠是自用 會不會沒有這麼 都不行啊 你都是殺了 是啊 四百多條 你都是殺了四百多條 去醫你老母 幸好你不殺 他不是這麼強調你也有份 我真的沒有想過 是啊 不過你一次過殺四百多條 那真是恐怖一些 因為當時鄉下有人說 如果捉到牠 跟著我來給我媽媽吃 可以治好我媽媽中風和癱 所以我才到處抓 就是牠是聲雷俱下 我想說不是吧 我這個藥口說醫老母 看一下吧 原來真的 如果公安是你 你放了牠就走了 那又不行 我先抓回去 牠挺好名的 有碧虎 有四腳蛇 有手工 有NSB 是嗎 是啊 NSB 都是牠 OK NSB都是牠 差點忘記了你的筷子 原來牠的會 什麼啊 皮歐提我 我家裡有很多NSB走過 很多NSB走 阿皮歐你家裡很有錢 很多NSB OK Jageline都是這樣喊牠們 因為牠們很害怕 OK NSB 是吧 然後原來平時來說 我們吃到的中藥的成分 他們已經把它炒乾了 磨成細粉 他說原來我們沖水喝 就是醫治剛才我剛才所說的 他說醫治什麼呢 就是醫治中風癱瘓 風濕性關節炎 骨水炎 淋巴結核 食肚癌 肺癌 原性肝癌 腸癌 嗯 他原來是醫癌的 所以呢 你看到就是 嘩 但是現在我再說一次 凡是抓到兩隻以上 或者一隻已經抓了 已經是犯了這個國家法 OK 你不怕你誤殺而已 我肯定 而且他那裏在河南 是啊 那裏在香港 但是我想告訴你 我很快去 那我上班 我出去 撞開了兩邊 回來才撿 這樣 轉頭回去 看到一堆螞蟻已經搬走了 啊 啊 復仇啊 是啊 平時你死都吃不到 是啊 是啊 還有很有趣的 你說 小不小 你可不可以用這個叫做 有一種的說法 OK 叫做陰謀論 最近呢 就是在外國 講中國一種 就是被保護動物是陰謀論 中國最受保護的是什麼 安安和街街那些 OK 安安街街就是熊貓 熊貓被譽為 就是中國的國保 既然你說這個就是保護動物 就加多這宗 星期五 在外國的傳媒裏面 是大肆鋪張地說這件事 OK 是啊 是頭條來的 吃了牠長生不老那些 熊貓受保護 是因為為什麼 真的不像 OK 他是極為罕有的野生熊貓 那他的數量 你知道我們根據大自然基金裡面 是計算這條數 全球他用什麼去劃分了 他是極度危險 就是叫做頻危 或者以面臨絕種 或者叫做絕種邊緣 他有個級別的 熊貓的出身率是很低的 很低的 是的 還有他的造愛率 他不是很欠造的 你說他就是玩過一些懶的 聲冷感 是呀 聲冷感 他不想的 他這麼鈍 很累 他動得很累的 還有你很搞笑的 以前有個電視台 是播放海洋公園裡面的熊貓 是有一個熊貓台的 你知道嗎 是按進去看他們的 現在是不是 形形落落的了 已經不是亂安階階的了 是呀 形形落落了很久了 你可以按進去看的 但是熊貓交配你 是很好笑的 你可以按進去聽的 沒有興趣 你叫人聽就行了 我不看這些畫面 還有看其他畫面 第一 第一 你們有沒有想過熊貓是有聲的 有聲 我好像聽過有聲 但是 你的意思是交配的聲 交配聲 我當然沒有聽過 OK 其實你這麼忙 為什麼你有這麼多時間 看這些東西 你看他今天整個熊貓 就知道了 因為 在海洋公園可以按出來聽 你也有時間看 你可以按的 有聲 如果你們去海洋公園 有一個叫做展覽囊 他們有些工作人員會介紹給你聽 他們說你按來聽聽 那是色情影片 超方 小孩子看了不行 他們海洋公園有些叫做什麼 類似道賞員 有道賞員 有道賞員 你們很少會理他 但是那次我又去拍攝 他要全程照顧我 所以他就要說所有的東西給我聽 對 例如小熊貓是怎樣 什麼 金絲侯是怎樣 他都要說 去到熊貓就是 你按來聽聽 熊貓 你值得去按一下 他交配聲音 你就會笑 你笑他交配聲音 是這樣的聲音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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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得很像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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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不信你按出來 我似乎是一樣的 我配上去的 你現在沒錄的時候 我想要做零星 不是 我想他去到香港忍不住 一直一樣 咩咩咩 你如果這樣 他們會裝你的 你去看別人 別人裝得很正常 你發出這些聲音 他以為你在交配 他來裝你 他不是準備來參與 他不是參與 他沒有興趣的 人和動物都一樣 看別人交配 聽到這些聲音 咦 什麼事 你可以看 因為他們要有發性做愛 很少大自然的生物是要有發性做愛的 他們做愛就做愛 即是他們繁顯下一代就要做愛 他們有氣味 有所有的東西 我想這個世界只有熊貓可以看鹹片 給他們看的 你知道嗎 他會 其實現在人都是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這件事是很大自然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這個熊貓館裏面 現在 你知道牠很厲害的 我想這個世界沒有動物 沒有 即是牠們是國寶代 這件事是怎樣呢 這個時間 如果你們有去可能會聽到的 各位旅客請注意 各位旅客請注意 由於最近是熊貓的交配時間 熊貓館是需要關閉的 他終於肯定了 不是呀 怕你的人走過 牠們不做 牠們交配時間是要關閉熊貓館給牠交配的 測條條給你看完所有東西 哪裏有人上 不是呀 牠們很特別 你看那些猴子 你這樣經過動物園 牠照在你面前交配的 牠不會管的 每一個動物的性格 性格不同 可能覺得快點過來看我的表演 所以熊貓真的很厲害的 交配要封管的 牠們不是一定交配 交配季節要封管 因為牠們的交配大過天 還有那些飼養員 是播出色情錄影帶給牠們看的 希望有發性的交配 我記得當時我講這段新聞的時候 有一個節目主持人問我 他看人的還是看什麼的 我們都神經病的 當然看回熊貓 看回熊貓 那有沒有不同國籍 又或者不同省份 沒有 熊貓就是那種顏色 很難說 牠不是聽過那些聲音嗎 牠不是戴上這個黑色的聲音嗎 牠不是聽過那些聲音嗎 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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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的 牠是牠是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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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是牠是牠的牠是牠的 牠是牠是牠的牠是牠的牠是牠的牠的牠 牠是牠的牠是牠的牠 如果玩遊戲的時候不是這樣的聲音呢 綿羊我沒聽過 我聽過我沒有說沒聽過 綿羊交配就不是綿羊聲 那這次呢 為什麼呢 在外國傳媒頭條報道 頭條報道是什麼呢 就是有覺得 牠們把這個熊貓的身價抬高了 很值得大家細味一下這宗新聞 我今早說 原來我們平時家裡的四腳蛇 和壁虎是被國家列為保護動物 因為牠超級有弱用價值 所以在中國基本上很多人捉了牠們 就是牠們很有弱用價值 好 接著熊貓最近剛剛星期五 在外國傳媒就報道了 牠們說把熊貓的身份抬高了 現在你知不知道 剛剛被列為 熊貓原本被列為 不知道是貧危最頂的那一格 因為牠用什麼數字去形容呢 就是在野外 能夠有生存的 叫做野生大熊貓 這個是牠的名字 正統的名字 不夠900隻 所以牠被全球列為 叫做貧危絕種類 因為牠只是太少 因為牠有個標準 900 就是少過1000就馬上列為什麼什麼 少過500就再列為什麼什麼 少過100就是最危 就是已經去到最頂 就是全球只剩下100隻 全世界 好像要幫牠出一些書 應該不行 那牠怎麼抬高呢 那牠真的這麼少 OK 你有本事你在外國 我真的送兩隻給你 你有本事 將會被列出來 全部被列出來 他會立刻跟你做一副制 喜歡你這個問題 喜歡你這個問題 就是一直說 中國一直抬高了牠的身份 覺得牠很珍貴 但是其實這20年 中國做保育做得很好 你知道嗎 中國很多地方是熊貓保護區 你是不能進去教牠們 是不是吉林那邊 很多 吉林 四川 很多地方 整個area都是牠們的 就是可能牠們 整個山頭 你不能進去 因為那是熊貓保護區 因為牠們發現了 牠們住在裡面 你就不能進去 就是 但是我想問熊貓除了有趣之外 有沒有功能 沒有功能 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歡牠的 哦 因為我是喜歡一些聰明的動物 我是不喜歡一些 就是 因為你小時候有沒有玩過遊戲 就是你選擇你三種最喜歡的動物 OK 我自己是 我有一次 我一看到那個人 選擇熊貓 為什麼你會選擇熊貓 熊貓我是覺得 地球上面 但是牠們不需要存在 那我又不可以這樣說 那是國寶 所以我屬於熊貓類 所以我屬於熊貓類 鎮的 鎮的就不夠朋友 鎮的就是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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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鎮的 就是鎮的 你選擇三種動物 就是代表了你一輩子 那你選擇哪些三種 是啊 一個是自我性格 一個是給別人的性格 就是給別人想看的感覺 一個就是自我性格 一個就是你潛藏裡面的性格 就是三種動物 我潛藏的一定是熊貓 不要動最好 我那時見到吳君如 都在電台跟大家玩過這個 既然他玩過我不玩 我不喜歡做別人做我的事 我喜歡做自己獨立的一個 選擇三種動物 第一樣東西 如果你心目中你選擇 第一個就是你 與生俱來你自己在裡面的潛藏性格 第一樣 就是你選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你想讓別人看到你的性格 都是熊貓 OK 第三樣就是你很想自己去做那個性格 OK 那幾好 那為什麼你覺得熊貓是蠢呢 熊貓其實你想一下 在大自然裡面 如果真的沒有這個 就是中國的保育 其實它絕了種很多年了 就是它是被社會淘汰 因為第一 它自己的繁衍有問題 就是繁衍有問題 它是選擇一種食物 它不吃另一種食物 OK 那第三 就是它是很 在這個地球裡面 不是生產 是的 就是 只是 吃和睡 吃和睡 根本就是它在說 不是生產 但是又受保育 是的 你想想人類 人類 人類不保護它 你知道嗎 人類不保護它 是 我想它已經滅了種很久 20年前 因為由於 中國已經掀起了 就是為什麼 叫做保育熊貓的行動 所以 最近 星期五 外國的傳媒 用頭條報道 就是說 其實熊貓 現在的數量 在野生保護區 野生熊貓的數量 其實已經去到幾千 OK 去到幾千 不是很多 但是它要跳級的 你知道嗎 嗯 就是不可以再去頂端 那個最受保護的那些 因為九百是臨界點 是的 它現在幾千集 不是那樣 不是那樣 它應該要降級 其實原來四年前 為什麼大家在爭論呢 四年前 在國際的這個 就是聯合國 就是一些保護動物的組織裡面 已經要求中國 將熊貓降級 但是中國不肯 OK 這個就是很有陰謀論 因為它 記住這個世界 越矜貴的東西 才會越值錢 不矜貴的話 就不值錢了 是不是 就是周圍都看到 原來街上都有兩隻 你不會覺得 唐狗突然間要受保護 因為周界就是 幸運還是旺財 周界都是 所以就是怎樣 它想 你知道現在 全世界的熊貓 熊貓 你知道嗎 去到世界各地的動物園 是租借的 是的 我知道 原屬於中國 它就是因為 它是憑危到邊緣的動物 所以它從來不可以買賣的 所以它是租借的 你知道租借一隻大熊貓 每年是多少錢 是天價來的 是否之前我的國家 是租借了之後 說養不可以給回中國 是啊 養不可以 好像是德國 叫Benny 它說養不可以 實在太貴了 你知不知道 養一隻熊貓一年要花多少錢 它只是要熊貓管 請這些 在中國過來 就是保育區的那些人員 然後熊貓那些窩窩 熊貓那些竹 熊貓那些洗費 每年是斷以千萬去計的 還要幫它拍色情影片 給它看回 就是它們是 但是記住 你如果不是地球上面 那麽珍貴的動物 你就不會那麽值錢 所以就說 說中國 為什麽都不肯將它降級 就是它降級之後 跟著就會 一不那麽值錢 就閉藍 是不是 OK 我知道了 馬拉退貨 是啊 因為它說我養不起 實在太貴了 熊貓 馬拉是退回中國的 租用熊貓 但是未到若滿 它已經退回了 因為每年的動物園的洗費 是以數千萬去計的 還有它們 你知不知道 曾經看過一個 國內的特輯 就是介紹熊貓 但是它其實其中有一個 就是 會訪問那些叫培養員 就是 你知不知道 你租用熊貓 是要請那些保母的 因為它就說很難養的 其實 就是在中國請那些保母 那邊 你不是見到很多時候 那些熊貓仔會跟著一個人 那它是湊貓仔的 那如果你們的國家 要了安安階階 或者是熊貓仔的 那湊貓仔的 那湊貓仔的 那些人 是一起跟來香港的 那些人 它簡直是 一路在這裏居住 就是你要給她工 因為要照顧她 照顧她 它說 你知道我們想了很久 這個天下間沒有一份工 你只是照顧好主子 主子去哪裏 你從世界各地去到的 他們熊貓的培養員是很值錢的 去到當地也用最高級別去招呼他們 因為你請了我的主子去你那裏 所以在當地假設 大家都會留意到 有時候叫做歸還熊貓儀式 你知道什麼叫做歸還熊貓儀式嗎? 假設你這對熊貓叫做博博和陪陪 去到英國的動物園裏面 生了一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不是歸英國的 你不要以為他落地在英國就歸英國 沒有英國籍的 沒有的沒有的 他要回到中國的 他去到多少歲之後 他就要歸還的 他好像三歲還是四歲就有個儀式要送回中國 這對租借的繼續在這裏 你生的那些麻煩給我 是這樣的 有叫做歸還儀式的 有個儀式的 大家可以上網看的 所以這次有些人就說 陰謀論就說 為什麼中國一直都不肯把熊貓 那個叫臨界點的級別去降級 因為始終他在全世界各地裏面 租借了熊貓的人實在太多了 也都每年收益的收益也都太大了 如果假設他不是貧危的物種的話 他就沒有那麼矜貴的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陰謀論 究竟你覺得熊貓是否你心目中喜歡的動物 我自己本身就不是的 我就不是太喜歡熊貓的 我比較喜歡別的動物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我很多人都知道我最喜歡的就是海豚 對呀 你最不喜歡的是Micky 海豚很有 就是我很喜歡海豚 海豚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動物 海豚永遠的樣子 你什麼時候看它都是笑的 就是你永遠看它 它都是在笑的 就是我很喜歡海豚的這件事 還有海豚很聰明 還有海豚會救人的 很多時候在海上面遇難 或者遇到鯊魚的時候 那時候哪個衝來救你呢 就一定是海豚衝來救你的 嗯 因為海豚會游很快 找個鼻撞到那個鯊魚那裡 讓你可以快點游走 是啊 那個區域如果有海豚就沒有鯊魚 是啊 因為那些鯊魚是很怕海豚 因為那些海豚真的很頑皮 是啊 因為海豚很快手 對呀 對呀 因為它的鼻是會撞到它那裡的 是啊 還有這個是一個求生 萬一你遇到鯊魚 嗯 你還記得這件事 村長教你的話 你只要把拳頭 打到它的鼻尖上 因為它的鼻尖是最敏感的地方 它會整身軟了之後馬上走 我怕我還沒打下去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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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對準 那海豚也懂得用它的鼻 去撞到它的鼻上 所以鯊魚很害怕海豚的 很害怕 因為它第一次快手 它轉來轉去太快了 所以叫做鯊魚 雖然在海洋裡面沒有天敵 但是它是怕了海豚的 海豚很多時候在海裡面救人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它的 我很喜歡它的性格 好了 今天就介紹了壁虎 也學習了 原來壁虎的中藥的名字 就叫做守宮 而守宮就是入藥的 入中藥的成分裡面 最近抓到人 在夜生捉了四百多條四腳蛇 之後就抓了牠 因為牠是中國保護動物 牠聲稱希望捉到那些四腳蛇 救牠病了的媽媽 但是到尾牠還是要坐牢 來源來自這個 就是中國河南的法庭報道 嘩 歡迎大家 今天早上 就是黏著來大家的討論 齊齊學一下 知道原來我們的四腳蛇 或者壁虎其實是入中藥的 本中藥的歌曲裡面 是醫治一些的 OK 不用多介紹了 然後 那個直播就說 你家裡那麼多 你就可以抓牠 其實我真的要抓牠很容易 是啊 牠們是 就是一到 翻風下雨之前 很多那些飛藝 牠們爬了出來 全部爬了出來 在那裡舔 用舌頭舔 舌頭舌 接著第二樣東西 就是 牠們一看到光 牠就會定了格 好像那些 牠像田雞也是 你知道有幾樣東西 一看到光就不動了 田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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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種什麼的 趙田雞去飛鴻山趙田雞 是啊 我們形容 我知道 我知道 用來形容那些在做愛的男女 突然說電筒一招 哈哈哈哈 車陣那些 是啊 最重要是搞一招 飛鴻山趙田雞 哈哈哈哈 最近 趙田雞還在嗎 既然你說這個趙田雞 最近發生了 有幾宗 OK OK 就在網上 認識朋友 嗯 OK 譬如林子博這樣 現在可以 是的 有些美女來勾引林子博 嗯 她說 我們去談談情 OK 她就會叫你去哪裡談情呢 山上 在那邊 哇 最近是拘捕了的 行家 就是 扭你上山談情 OK 談不談一下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圍了一幫人出來趙田雞 嗯 就是以前那些 有招 有招田雞變成招黃腳雞 是的 然後她就會把你勒索 因為你在山上你走不掉 OK 那就是拿了你身上所有的提款卡和錢之後 然後你下去山下面按錢 嗯 OK 這個事主是一次過被她清空了全個戶口的 哇 慘 OK 也就是拿了山之後報警了 拘捕了 OK 她說原來在網上 現在有很多這些事情 叫做上山 就是 叫做上山的約會 嗯 你都知道明白什麼事了 其實一早都切了局的了 就是你一上山其實你都 你都走不掉的了 那抓了的了 抓了的了 但是你知道了 春風吹又生了 大家要小心了 在網上認識人要小心了 好了 那趙田雞大家明白了 嗯 最近在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有沒有習慣 你知道我有段時間拍旅遊特輯 直播都拍旅遊特輯的 嗯 那私培有沒有拍旅遊特輯 有但少 是的 就是我是多的 我們要幫旅行社 就是我們是簽 就是我們比如假設 因為我那時候拍旅遊特輯 因為我簽了旅行社的 簽了康泰的 簽了康泰的 是的 我簽了康泰七年的 OK 就是每年它都有押我 給錢我的 就是我除了TV費的工資 之外 其實康泰有給錢我的 每年 因為另外有一節是你的廣告 來的 是啊 所以那時候是挺好的 一個人有幾份工資 是不錯的 你有沒有停過是沒有幾份工資的日子 沒有 我都說我很貪錢 看得出來 你看我的樣子 她是一個貪錢的樣子 OK 她是難得 她是貪錢的 你還可以玩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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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到記 還有你知不知道那時候 拍旅遊特輯呢 譬如四個人這樣 有一個是旅行社的人 即是旅行社的人 意思 譬如四個出發旅遊特輯 有一個是旅行社簽了的人 的代言人 是啊 譬如我們三個人出去的話 那個節目是一起拍的 是給TVB播的 播的 另外就是你會再抽一些時間出來 就是單獨拍你的 而是當廣告這樣出的 是啊 是拍多幾個鏡頭而已 其實我們全程都要做的 其實最辛苦的那次 是不是就是要騎駝鳥那次 是啊 即是一雞幾尾 其實會騙我有兩個鏡頭 你就要去拍的 這樣 大家都明白 也有一些叫特定的地方 即是我不說了 你知道旅行社一定簽了一些特定的地方 去帶你們去參觀 買東西 即是做一些小手工那些 都要拍的 OK 會不會是那間店 給了當少少廣告費 當值入式廣告這樣給了旅行社 所以一定要拍 還是它給了TVB 不是不是不是 它肯定不是給了TVB 它一定是跟這間旅行社掛了勾的 你知道有時旅行團 就是最多的 帶你買玉 帶你買玉 湯火糕 鑽石 鑽石 去到一些熱帶的地方 就帶你買珍珠 又叫一些珍珠出來給你 那些我們都要拍的 對 對 一定有兩個鏡頭 原來珍珠這樣陪 很漂亮啊 買一條卵先 是啊 一定會 我這一串的 原來是什麼野山豬 是啊 我見你那個都很漂亮啊 我都買一條絲 是啊 一定是 生意 那我想說 你知道你去到這些 其實已經是旅行社 安排了你來這裡 一是節目 二是做生意 都是這樣的 所以後期 你會看到 比如來到香港 就有那些 你吃我 自我 進去什麼都不買 你今世不還 下世都要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 你給一間條廢多少錢啊 哈 我們吃屎啊 哈哈哈哈 你什麼都不買 不行 一定要買 你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這些 有的 有的 有條片更誇張 紅蝦不是啊 是啊 珠寶工場那些 是啊 恐怖那些 你又不斷買少許東西 罵他 他有一次 有個爸爸在聊著電話 沒有參與到買東西 他說 我兒子不舒服 你兒子不舒服 今晚還沒死 哈哈哈哈 走進去 買 那你都知道 這些你就明白 旅行社是和這些 那些是掛了勾的 是啊 還有一個很好笑的 你們 我不說 因為有節愛北京 你不說什麼 地點還是人物 不說店鋪 OK 你WhatsApp給我 OK 大家可以上網看的 我真的覺得很慘的 那件事 OK 你們有沒有去過北京呢 因為我自己 我去過北京都是自己自由行的 我沒有參加過旅行團的 北京不用了 OK 但是有人是參加旅行團的 以前是需要跟團的 因為那些故宮不准進去 不是 自己都可以買票的 現在是近些 是不是近些十幾年才 有了智能電話才興自由行 但是我一直都喜歡自由行的 OK 我拍過一次 以下下來 我想香港 很多人都去過這裡的 OK 因為是北京旅行團 特定的地方 是的 以下下來的內容 是有極度殘忍的 還有很多人都看過這個畫面的 那麼 去到北京 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一個胡同 有一個胡同 就 大家過來看 過來看 就是我們拍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 沒有去過這些 因為那個旅行團 是有這個項目 所以我們去旅行社裡 就一定要拍這個項目的 OK 好了 他就有個叔叔 走出來 過來看 前面坐了 坐了 那個叔叔突然 脫了一件衣服 原來是唐裝的 然後就像MARFL 炸開 MARFL 爆開衣服 原來合衣 對 灑了兩下功夫 很頂爺 有沒有肚腩 沒有 如果他這個歲數 就算是這樣的 OK 然後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裡 家傳湯火糕 是最厲害的 馬上拿火機燒一下 然後我們還有鐵打藥 然後 他很好笑 這個哥哥仔 戴帽這個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Benny 你過來 過來 過來 又這樣灑兩下 他 你信不信我 在你面前 現在你把這隻雞 他拿隻雞出來 你咬斷他的腳 這樣 生雞 是啊 他是表演來的 然後Benny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 現在你幫他 拿我們這間 祖傳什麼什麼 鐵打糕 駁腳 他就把整隻雞 你抓住他 扔到地上 他扔到地上 腳 表演 這隻雞 真是慘 真是 殘忍 他真的能拼回來 很慘 但是你拍那一刻 真的痛 我管得你拼回來 你知道他拍斷的時候 那隻雞的腳是L字形 真的好像奮不仁 按發現場 然後他抓個觀眾出來 你叫什麼名字 我香港來的 叫Benny 大奶奶 大奶奶 他們通常香港人都不肯 你幫我咬斷那隻雞腳 他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他叫咬斷自己的 他說 不要緊 咬斷他 雞頸就不行 會死的 哈哈哈哈 表演來的 不用怕 好了 然後拍一下 通常那些 現場觀眾都不肯咬斷的 是啊 哎呀 那些這樣 摸手摸腳 啪 斷了 雞腳就由原本一按 變成這樣 躺著人 躺著人 然後 那些 比如Benny 不用怕 拿這支膏 拿著它 拿這支膏 幫他摸一下它 這樣就可以了 摸一下直 他就能拼回來的 那裏下裏下裏下 那裏下裏下裏下 裏下裏下裏下 之後呢 他又不知咬斷兩下 你看這雞 扔到地上 他會走的了 剛才是見他L折腳 哈哈哈哈 不知為什麼摸一下摸 那些雞就 就走了 天啊 那些人就 好厲害好厲害 好了 現在就買這個膏了 有誰人要 有誰人要 是這樣 他已經不會賣很便宜 都幾個水 買二送一 我想很多人看過了 接著下一個更殘忍 我想是他的孫 孫 哈哈哈哈 快就拿出來 你這個小孩挺有趣的 你拿來趴一下 好了 就有個小孩 我想是他孫來的 是啊 孫來的 我猜是他的家人 人家就不行了 我想現在不知道有沒有這個表演 我想這個可能會切了 OK 他就有個小孩 大概好像李圓圓這些歲數 就是三四歲 Lulu姐 Lulu姐 Lulu姐這些歲數 得得意義的 又穿了那些功夫衣 出來呢 嘿嘿嘿 好笑 行與人龍拳 嘿嘿 好了 OK 那個小孩就脫了一件衣 嗯 接著你又叫這位白色帽 白色帽出來出來 叫什麼名字 你叫我林子博 子博 我現在就談起那個火 你就著了火之後 就辣這個東西 辣到那個小孩那裡 哈哈哈哈哈哈 酷刑 那你通常大人 你都不會用火的那些 談下去辣到他那裡 你做不出的 我也是看你以前 滿清十大酷刑那些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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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他又演出啊 是 他又好笑 嗯 他說呢 接著呢 他一定 林子博就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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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的 那他就 你不行啊 來來來 叫個小孩 轉背 拍在那裡 那他就為了那些 談那些火 我不明白啊 即是 如果給我 你叫我出去的話 我辣的 我不可以的 因為我想辣到你了 他可以的 他給你的 他給的 這個是他銷售的 你知道嗎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這樣 拿到那裡 他沒有所謂的 他最重要是銷售到東西 你拿到那個小孩 你們有同情心 OK 他就 李媛媛 領著一杯 知道 他又脫上衣服 他用東西 彈下去 我不要你這支 我現在在笑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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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笑烤叉 剛剛BBQ 然後他很好笑 你看看他 不害怕 他就跟你們說 你看看他不害怕 知道為什麼不害怕 沒錯 就是這瓶 我們家傳的 什麼什麼什麼 湯火糕了 拿個背筋來 塗完 兩針針 OK 下一個小時 沒事 跟著他就告訴我 你想一下 這個我孫來的 我怎麼捨得辣他 因為我知道我的湯火糕 辣完他沒事的 他就說 可以了 這麼多位 誰買誰買 是啦 他是這樣的 那是銷售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但是買完回去之後 其實是不是一個非常普通的 涼糞的藥膏 以下下來 因為我沒有買過 我只是拍過而已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買的 一定有人留言 因為去到北京旅行團 都一定有這個項目的 就是那個 抹雞腳和那個辣小孩 哈哈哈哈 那隻雞慘 那隻雞慘 很殘忍 但是你又不得不佩服他的 那隻雞腿拍完他的腳之後 他擦了那個拍完之後 他走路又沒事的 是啊 但是這個魔術都厲害 好 哈哈 其實呢 那隻雞腿腳斷了九十 但是他那隻手就走那時候沒事的 沒事的 因為他早就裝了二支 已經斷了很久了 他有一個按鍵 這樣 他就可以去那個位子 對 彈了第三隻腳出來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OK 你們如果有看這些旅行社 安排這些買東西的項目 你們相信多少 我從來都不相信 你不要說去到北京 我直接連銷市場那些 維園那些 圍了羊群心 你走去買那個不知道什麼東西刷 其實 當然它有它 是 但是你一陣子說幾十元 不是有效的 幾十元就算了 算了 但是你都是買了 它不是要你買一個 你買多一點就便宜一點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譬如這麼多旅行團 參加完見了這些之後 大家都覺得是一樣東西 算了一百幾十 就是當表演費 所以很多人買了都沒有出聲的 就當一個表演費 還有很多事以前是什麼的 以前可能我們習慣了的 李斯培的年代 或者Benny的年代就沒有了 我們小時候在街市都有這些表演 整天都有的 街市有 我現在這樣說 大家上網看得回的 因為上網那些 舊香港片段以前是很流行的 有個年輕人 大大隻隻的 挺好身形的 就穿短褲 就鬆身材的 一定是鬆身材的 就拿著三個白色的布袋 就放在地上 在街市裡 一定是人流最多的地方 就放這三袋東西 那它是怎樣呢 那三袋東西裡面 全部是蛇 是啊 然後呢 是啊 我真的 你一定見過的 這些 是啊 它就是用來買那些什麼 三蛇膽 什麼三蛇丸 蛇酒那些 是啊 它其實是銷售的 但是它又想一下蛇 表演一下 又這樣啊 買東西你就好好地賣 不是 它是好好地賣 是啊 是啊 它真的是這樣啊 我想說 最喜歡騙些太太的 那又不可以說騙的 因為本草綱舞裡面有說 我又不可以說它騙的 肯定是那些什麼 壯陽寶慎那些 它有時候指著那些太太 怎樣 老公好久沒搞過你了 湯三條啊 拿三蛇膽 沖水 沖給她喝啊 今天晚上 噓噓聲啊 其實我都不明白 那些老公為什麼 常常都不敢得罪老婆的 你每天放進嘴裡 那些東西 全部都經過你老婆的手 其實 她沒有說真相而已 她老公 不是不行 是不行 是不行她而已 是不行她而已 是啊 外面很多都可以的 嘩起也是發聲的 不過不得你而已 對不對 是不是 老婆交不了老婆 是啊 是啊 很喜歡的 以前經常在街市 我想你沒有見過這些 你一定走了很遠 現在街市沒有這些東西 以前是有的 好像江湖賣藝那樣 是啊 是啊 還記得以前香港有一個叫 阿伯伯叫金鷹阿伯的 金鷹是有隻猴子就是那個 是啊 他就是買這些 金鷹阿伯賣什麼 賣藥的 哦 他是這樣的 以前很喜歡帶這些動物出來 在街市裡 鋪一塊布 在街市裡 就在那裡拿個叉 叉 然後那個猴子 就會有條繩拿著一個叉 買東西買東西買東西 金鷹傘 金鷹傘 去魚打鐵 什麼什麼 你看看 你看看 那些什麼 賣藥的 他出了 他出了 他推銷東西而已 那些文初 那些業務連隊 那些都還有拍這些 就是圍一個圈 好像賣藝那樣的 其實現在香港街市也還有 不然也不會有金鷹阿伯 他們就訓練 那隻猴子拿著那些東西 買了買了 那些人很小的 很有趣的 我也要一瓶 那隻猴子很有趣的 站在那個拿著拿一瓶 給他錢 他就收錢 但是現在應該沒有人會買的 是不是 那麼多藥房 那麼多超市 那麼方便買到這些東西 其實去看表演的東西 都是一個表演 都是一個 賣藝的 就是你藥房 不會有人表演給你看 買的 但是你看了藥房 但是你不會買 是不是 你一拿來說 麥堤沙 那你夠人把我嘴嗎 我想說 以前你有沒有知道 你知道我的學校 就是你上次去了 就是我小學 國際學校 那間國際學校 我小時候讀國際學校 你知道我國際學校的對面是哪裡 下了一條樓梯的對面是哪裡 龍樹頭 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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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放了學 我很喜歡走到對面 好熱鬧 很多東西看的 是啊 廟街很多東西看的 很多東西看的 那些江湖邁 有些很多 你不要說什麼 你走去看照 他有一隻雀仔在那裡擔 都是靠隻雀仔去擔簽 是啊 都有這些 就是生不料成那些 那些橋段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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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那陣子 那在國際學校 走到樓梯裡之後 那個時候對面 那就有個叫做熔柱頭 熔柱頭那裡有一間冰室 那很多些明星 matches 很喜歡坐在那裏上面吃東西的 嗯 那上次啊佩佩姐 鄭佩佩 那也很喜歡在那裏吃東西的 他説不行啊 我回來香港一定要坐在那裡 我就很有感受到那種貼地的感覺 嗯 好貼地那一個地方 嗯 因為裏面呢 如果大家去過榕樹頭 那間冰室的樓下有一檔東西 冰室上面有雀籠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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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每個拿著龍掌上去 坐在上面然後喝茶 金十二少那些 樓下有一檔東西 我小時候很喜歡站在那裡八卦的 我都燒了六年班 我整天在那裡看的 接著每一次一看 年輕人不對 你的年輕人走走走走 你說越不對 我就越喜歡在那裡看 但是你容易被人點上 你這個肥仔碰飯煲 就是沒有化妝那些 不是啊 我現在以下下來一定有很多的識徒老馬知道我說什麼了 就在廟街 有個類似不是很香港人的種族人 一看樣子就知道他不是中國人了 他拿過那些藤箱 那那個藤箱的上面就擺了兩對公仔 那兩對公仔就是那些會 就是 色情的公仔會出出入入出出入入的 那就是一直這樣按一下 那些彈的公仔就一直這樣動動動動動動 OK 什麼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那些造愛公仔 那那個藤箱裡面賣什麼呢 那接著有些男人就走過去問 有什麼啊 那他問他 我經常出鏡頭聽到聽 你知道我八卦嘛 想怎樣啊 想長一點啊 還是硬一點啊 有得這樣選的嗎 你知不知道他賣什麼的 賣那些壯陽的東西 是啊 他賣那些神油的 印度份就好一點 他賣那些油的 撕了到頸上先 撕了你的手指上 不用了 不需要 那條頸不用塗都很硬 哈哈 我就跟著說 我半年前塗完之後 我的手指還沒彎過 哈哈 接著 你還想一下 我只有六年班 一個死肥仔 誰知道他在說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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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站在那裡看 那他就說 走開啦 肥仔不適合你 不適合你 那我說 我都會大過 或者我大過幫趁你 大過才來 大過才來 哈哈 哈哈 那我又會趁他趕我兩下 那些人群太密的時候 我又衝過頭去看 是啊 因為你的高度不一樣 你六年班比較頑 是啊 是啊 那些男人又開始聚在一起 聽到他說 想長一點還是硬一點 這樣 通常怎麼選的呢 以下下來的內容 我平時很少說這些髒話題 你不是吧 哈哈 你都敢說 我都害羞的 哈哈 你村民 說是比你平 他說他竟然少說這些 不是 這是IQ題 哈哈 哈哈 不是 不停地說一下 不要說自己覺得 哈哈 哈哈 做壞事之前都告訴大家 我做壞事 哈哈 你的頭盔再緊緊一點 好了 那你知道 認識我的人 我什麼都敢說 我聽到那些男人 叫做銷子 叫做銷子 他說想長一點 滴兩滴 在那裡 是啊 整個鐘 哈哈 那我見有一個男人就出聲 我不夠硬 不夠硬 用這隻 不夠硬 用這隻 這隻滴一滴 哈哈 他用什麼形容 硬的鐵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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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見他一個小小的一個 那些騰箱 揭起呢 有很多支一支支的東西 在那裡 懶是神秘的 其實會不會就是那些芥花紙油 和花生油 那我就不知道 那些買個心理 那些人是 不是 總有這些色徒老馬的 會信的 OK 那我想他又 有我整 如果他是騙人呢 坦白說 我用什麼去說是騙人呢 騙人呢 他不會長期有個檔子在那裡的 他要走的 嗯 他就是 那些人會回來 會走 是啊 我見他長期都在那裡 那些男人長期來找他的 那我想他有些了道的 有些了道的 你看我的鏡子 叫不叫聲 不過乙村長這些 這麼橫皮的人 這麼好奇心 這麼大的人 他會拿條繩出來 哈哈 哈哈 可不可以幫我塗一塗 是啊 我條繩不夠硬啊 哈哈 哈哈 如果條繩這麼軟 他都硬的話 我覺得這些東西 用得了 哈哈 你在哪個後 你是不是 挑機是吧 哈哈 四肥仔 你信不信我 兩天就變成你 你現在120磅 兩天就變成你80磅 哈哈 哈哈 他立刻整瓶倒進去 你就不幫不硬了 很有趣的 這些是 這些廟街才有 這些 有這些 有這些 我們叫做 現在是不是沒有了這些東西 沒有這些 都沒有 但是都有古靈精怪 很多古靈精怪的 古靈精怪的 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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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次我下去 我就很想走去占卜 找回那個鳥 那個鳥仔 那個鳥仔很有趣的 是啊 好笑的 我不知道一套電話 他們其實是訓練了的 他們有東西吃的 是啊 他們拔紙簽 不需要綁住 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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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看電影看回來 哪一套我就不記得了 他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盒子有很多張紙 跟著呢 他就過來刀一張 這樣拿出來的 尖卜 他有話說的 你知道有些 現在有些呢 就沒有那麼傳統的 有些就 小時候呢 你看那時候呢 廟街那些 叫神雀尖卜 有些就做了整場戲的 怎麼稱呼啊 聖李 李小姐 現在這樣 自己插著香在前面 我叫天上的神雀 你就幫你算一下你的命 插著香 誠心拜下 這樣 好了 裝完了 李小姐 李小姐 難得 來到我們這裏 神雀 這樣算不明 神雀 麻煩你幫兜啊 李小姐 算出他們一生的命運 開個籠 Schwartz投飄 他們訓練到究竟隻 他是怎麼做的 裝上裝上мерk 真的 好像幫你選 他的頭是會動的 在選 蛤呀 神雀現在幫你選 在你一生人的命運 smart的 did�jat 許是它有enson 有的 Ghaz ó 有씩的 神雀 antioxidants 神掌 看著李小姐的樣子 看著你 然後就選擇 是啊 很有趣的他們 現在你就誠心了 叫神掌幫你了 他們就停停停 他們自己會拉一張卡出來 他自己拉的 行了 神掌 進去 他自己聽到這個人說 他就自己拉一張卡出來之後 他就轉身自己跳跳跳跳 他就拉回閘 他就知道被人拿降頭 然後他就會退那張卡 李小姐 不是我說的 人有人的命數 天有天的命數 你就得到這張卡 他就解給你了 通常是這樣的 神掌幫你找了一支簽 就一個價錢 他就讀那段文章給你聽 那些是古本來的 你覺得為什麼 解就要給錢 可能神掌就20元 但是你解這個3次 不是50元 不是50元 都是作你70元 但是整個歌詞裡有趣的 很多外國人覺得很有趣的 這件事 最有趣就是 很多外國人覺得很有趣的 最有趣就是 他那支簽 明明寫中文 可以用英文解釋給你 是啊 很厲害的 說到這個 如果你是去旅行團的話 你有沒有參加過呢 就是最近 最近由於有人踢爆了 就是旅行團裡面 如果大家有去過雲南的香格尼拉 最近有人去這個 叫做中國的旅遊部 去控告這個旅行團 帶他們去這裏買東西 但現在全數退款給他們 全數退款 因為很多人買了這件事 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是去旅行團 又見到這件事的話 都會買 都會買 我相信都會買 最後為什麼可以 元銀奉還給大家呢 如果大家去過這個旅行團 也都參加過這些賣 就是展品的地方 原來可以全數退款給你 什麼原因之下 可以全數退款給你呢 當然 我講到累 我都要喝杯水 待會回來才告訴你 不好意思 各位鄉親父老 各位叔伯兄弟 我要休息一會 因為我要回到神掌的籠裡才說 好 進去 歡迎大家 早上10點 黏著大家的節目 也多謝所有村民 所有的鄉親和父老 多謝你們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 大家可以繼續留言 有些人就說 她說什麼 八千元人仔都試過給人家 嘩 嘩 八千元人仔 嘩 她說很厲害的 她說二千元也試過 買過一茶 八千元也試過 是呀 阿皮特剛才叫你拿過之後 拿來炒菜 添你回家 既然你這麼有求真精神 整家人都吃到硬了 難怪你這麼硬 是呀 因為我 是呀 不到外敷還可以內敷 是呀 沒事她塗了兩滴 我頸後已經這麼硬 好了 這裡說 如果假設 大家 我自己挺喜歡這個地方 我想著我一生都會去一次 就是雲南的香格莉拉 嗯 很漂亮 她說漂亮得很厲害 她說漂亮得很漂亮 她說漂亮得好像畫那樣漂亮 是的 你去過了 是嗎 你幫她介紹一下給大家 就是漂亮 是不是 很想走 是山水的 那些景是 自然中國景色那些 因為在雲南有一段 幾長的時間在這裡拍了東西 它就是那些梯田 各樣東西 你會覺得是你 你電影 畫面 相片 和你置身於其中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不是 我想問一件事 因為我經常見到 這些地方 雲南的香格莉拉 是漂亮得 我很害怕 我自己去到 原來看不到這麼漂亮 不會 都是這麼漂亮的 是完全 你小時候是呀 你像仙景一樣 哦 是啊 但是如果一多人的時候 你就知道 去長城 那個長城沒有人只有你一個 你就好好的 是 但是你走到水舌不通的 又是另一番風味 是 但是前面那個 不可以走快點 是 很逼人 是 但是雲南的香格莉拉 我一定會去的 因為我看幾次 覺得這地方漂亮得這麼 但是你一定要選一些時間 是沒有什麼人的 因為我們開工的時候 可能我們五六點已經到了 根本就是沒有人 好像獨霸了那個景 你拍完之後就走了 但是真的旅遊季節的時候 很多的嘛 就是特產來的 來到這裡一定要買的 我現在跟那些人說 你們不要再買給我了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 所有人去完台灣 就是帶兩樣東西的 一定是給你一個鳳梨酥 然後再給你 然後有時候就會有些 鴨舌 我說你們不要再買這些東西給我了 是啊 我說其實你知不知 香港呢 我要吃鳳梨酥 我自己走過去七十一都可以買 你們不用帶給我了 是啊 現在連老天鹿都有 有啦 那些有 有啦 是啊 不用 真的不用 以前 你知道為什麼 以前香港還有一個 台灣什麼 蜜產料理 嗯 就是以前買台灣的食物 就要去金刀商場 後面那裡有一個台灣 台灣蜜產料理 整個大廈買台灣的 嗯 那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不用了 你拿著電話按幾個按鈕 送到你家門口了 七十一都可以 是啊 OK 對了 你不網上購買 是啊 不用了 不用再帶這些手信回來的 真的啦 但是如果我去台灣 我都會買的 因為我家裡 黃太后說不同美的 我說哦 是嗎 不同美 有什麼不同美的出口 他說那個老天鹿那個 哦 老天鹿 是的 老美的那些 是的 不是香港買的那些不同美的 我只是會叫那些人 不過我那次真的感動的 因為呢 人家由台南 買完 馬上乘車去台北 去拿到機場 跟著帶來 就是飛機 下機帶上來這裡給我呢 那我就覺得 我好感動 因為是千山萬水的帶來 真的很好吃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 台南的一個皮蛋酥的 只有一千零一間做的 他還要下機器 拿給你不可以擺的 因為那些 不可以擺的 因為擺兩天都不行的 所以那次我就真的很感動 因為真的要在台南 搭完高鐵 跟著到台北 台北 就是搭飛機 就是全程呢 是 日頭 他剛剛焗完 跟著我大概 不知道 我想八點就收到 哇 哇 那是很好吃的 感動啊 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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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多謝 有心有心 OK 好了 這次呢 如果大家去了雲南 這個呢 真是香格尼拉 而很多人呢 都會買就是什麼呢 靈芝和狀紅花 靈芝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狀紅花 狀紅花 是一種呢 西藏裡面呢 紅色的一種 好像呢 就是呢 用來沖水啊 或者什麼 就是狀 你有沒有聽過狀衣 就是狀 就是狀 西藏的藏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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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叫狀衣 狀衣裡面呢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狀紅花的 一種呢 很高級的 就是他們的 藥 藥 或者藥人 藥財 應該這樣說 就是很稀少的 是不是應該不太容易買到的 還是 只不過是那個價格貴 但是你都買到的 嗯 那聽著了 先說了 去到當地呢 大部分的人都會買狀紅花 跟著呢 就會跟你說 狀紅花 你知不知道呢 就要配了兩種的遮蔽 才可以用來 就是飲用才有用的 嗯 OK 那就叫你配了 買多一隻靈芝 靈芝 買多一種叫三七 這樣 三七不住 就是 二十一 打你了 OK 他又沒有錯的 三七是二十一的 是嗎 原來我自己計錯了 最近我都聽到有人呢 就是在坊間上面呢 說要磨三七粉的 我聽過的 真的 尤其是那些女人過了四十歲之後 嗯 又或者那些男人 我最近都聽到那些男女人呢 過了四十歲呢 磨三七粉吃的 我聽過的 聽過的 那我就問他 有什麼來的 沒有啊 通血管 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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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凡是覺得通血管 令到你精神爽利 這些東西 那你又知道是 原藥材 就是 你又看到這個地方 他挖出來 他在你面前磨了粉 嗯 那你是不是覺得好像 很課真價實 就是在這裡挖出來 磨了粉 我帶走 嗯 那我眼睛看到你磨了粉 是啊 就是很貴 一定買我 很貴 你也會買 一定會 然後又會買給媽媽 又可以買給你們 因為我會覺得 真的看著嘛 對不對 那他們是這樣的 他帶你下甜 嗯 OK 那你自己挖 這樣 那你真的挖 那這些呢 就叫什麼 那這些是填漆 那這些呢 就這樣 那你難得自己挖的 去摸粉它 用來呢 然後做三七 用來沖水 給家人喝 那這樣呢 就通血管的 我肯定不是買這麼簡單 我會買很多 那這次就是因為這樣 首先就帶你去 就等於 如果大家去過士多啤梨園 蘋果園 那你一見到裡面 你任窄 窄完你過來計錢 那你覺得自己親手窄的東西呢 零射 不知道為什麼你不會 那我扔它就不要了 大把啊 你不會 因為你親手窄 你去 那譬如 你搭帶他的兒子啊 女兒啊 現在難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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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摘了這麼多了 好吧 拿它磅吧 算錢 你很少跟兒子說 扔回去 不會 一定不會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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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了它兩千元 兩千元一盒 兩千元 總共剛才那裡 整體兩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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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都覺得不要緊 去旅行 有什麼所謂 要洗的 洗的 旅行 求開心的 不要介意這麼多 如果出到醒之後 你會發覺 咦 看到同一樣的東西 兩百元 是啊 我崩潰 我都試過 整團人就都看著了 不是吧 怎麼同呢 我看著它磨 那些新鮮的 不是啊 連我包裝的盒子都一樣 然後 跟著 跟著它看著 剛才我在裡面 在山上 下了田 挖了 在我面前磨完粉 做了這麼大場龍鳳 收了我二千元 但是下了醒 這些是兩塊水 那就是騙我 就是這一團人 現在開始就佈了當地的文女了 是啊 佈得好 就是文化旅遊局 不是啊 你二百五 或者三塊我都沒有所謂 大哥 你加多了一個零 是啊 終於就介入了這件事 就是現在 OK 就是被導遊推薦 去買這些零之三七 而且藥材呢 就是藏文自己挖自己種的 所以價格很便宜的 你外面 街上買不到的 這裡是最便宜的 上到山 來到我們家 當然是便宜過去下面山 我們都交貨給他的 誰知發覺 原來山上比樓下貴這麼多 是貴了十倍 神經病 神經病 然後整件事就是怎樣呢 哇 很離譜啊 我們在山上 結果給了二千多元 下去附近 下去下面 然後去藥房問 他說這些東西很便宜的 十幾元一斤 怎麼會收你 一斤都是十幾元 導遊都不知道怎麼做事的 他們在上面買完之後 馬上載他們去機場 還給你走 還給你走 我喜歡你 你思培 做壞事就做到 真 最大的問題就是 機場都是買二百元 但是你已經買了機票 要登上機了 是啊 你已經沒有收穫了 還有你沒有時間 還有你沒有時間 去文女社 沒錯 我喜歡你 做壞事 做到盡 入我這組 馬上載他們去機場 去遊這麼遠 我想去一個洗衣服 沒有啊 機場才遊 他說山上竟然貴 山下100倍 真的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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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誇張到這樣 二百元和二千元 他說原價 就是你不入盒 他說在那裡 入盒那些就二百 去到藥材店買就二十 二十 因為他幫你盛好那些 那些藥 二十 就是原材料 他是原材料挖出來的 是啊是啊 二十 他收就收二千 去到見到盛好那些盒 就二百 他是離不離譜 你收我二百 我都不出聲 就是當你原材料 是二十 你都要賺的 是吧 我當你挖了東西 又做了整場秀給我 二百都算了 因為街上都是賣二百的 是啊 OK 對 但是你沒有理由收我二千 OK 你有騙我的成分 就是只有你這裡獨有 到最後這一幫旅行團 去了文女局反應 文女局也進去了 介入調查 發覺這件事是鐵一般的事實 他也都告訴你 二百倍的就是 就是去乘上去 要他們給錢 文女局 願意全數奉還給這幫旅客 嗯 也都將那些 就是這些山上那些村民 就是那些什麼掘地村民 就是抵制 如果再有是這樣 永久禁止人家上山參觀 他那些什麼掘地啊 什麼靈芝啊 不可以再參觀 就是抵制他們 他說呢 令到旅客呢 就是不斷以 就是其實有段時間 你知道香港呢 香港是被那些的 尖沙咀某些藥材店呢 是害得名字很慘的 是的 很多假藥 長賣假藥 是啊 害得很慘的 外國的報紙燈的 說他們明明走進去 見到價錢是二百元 但是呢 是一兩 就告訴他們呢 是一千 一千 接著給錢的時候是兩萬 是 後來後來幸運 女法局呢 介入了這件事之後呢 如果哪個還是這樣 湯遊客的話呢 就全部釘牌咯 就是你這間店沒得做 要 真的要管得嚴一點 因為真的很肉酸 真的 是湯 湯到就 外國全部是用頭條布的 所以不單止釘牌的 要你馬上封鎖 要你 是 馬上封鎖 就是要你關門 還有他們有個什麼 的嘛 陰招的嘛 香港人都試過種的 買藥材 看著 譬如二百元 就寫著 它藏了 那個錢字 在底 它拔出來 那是錢字 它藏在那裡的 那二百元 那就可以了 拿了 可以了 算了 就在你面前 最好笑的是 如果買陸容那些 你沒得走 因為它已經切了片 切了片 一定要 你一定要 它不是說了二百嗎 二百都是一千 現在這裏是 什麼 就是兩萬 它跟著 不是 你講了二百 你隨便問一個人 你隨便出街問 陸容哪有這麼便宜 你有沒有知識 它還告訴你 是啊 又兇你又嚇嚇你 那些 它說沒有 一定要什麼 切了 一定要 影衰香港旅遊園 是的 真的 那時候 湯客湯得很厲害 後來後來 那些人 外國那些 叫做電視台 是專門放蛇拍的 但是 都拍到 是湯他們的 它不是連續幾間 都是這樣的 那個位置 還是你覺得 是不是同一個老闆來的 我不知道 我不敢說 但是都是這樣 都是集團式的 是啊 你會一間一個老闆 什麼不會 告訴你這些 沒有理由在 第一號舖 和第四號舖 都是這樣湯 是的 還有有一次 我很喜歡看這個節目的 我很喜歡看的 類似是那些 叫外國的東張西網 就是外國東張西網 很喜歡賭破這些 就是奸商的 有個女人做得挺好的 我挺欣賞她 她很大膽的 每次被人追著打 她說我很怕遲早有人開槍 對著她 她是怎樣呢 她一次拍《印度》 那次是很震驚的 我看得很刺激的 她說印度 其實你走這條街 你凡是女人 很多那些女人 就和你問 走過來 要不要圍巾 就問你 要不要圍巾 然後她說 什麼圍巾 葬寧羊 葬寧羊 你知道什麼叫狀寧羊嗎 不知道啊 我先解釋一下 好啊 麻煩 因為你不知道 可能觀眾都不知道 或者聽眾都不知道 當年有個男歌星 老婆是因為買這些圍巾發達的 但是犯法的 OK 那就是怎樣呢 她聲稱在西藏 西藏有一種羊叫狀寧羊 後期因為太多的西藏人獵殺之下 被列為已經瀕危絕腫到邊緣 因為她們狀寧羊的毛 在海拔這麼高 寧下多少度 她們都很亂的 那條根呢 是一條圍根來的 是一條圍根來的 你要知道 捆著這條頸 OK 那就是怎樣呢 無論是寧下多少度 你全身會發滾的 哇 北極都去到了 這個是事實 因為這種狀寧羊是在這個地方生存 所以她們後期是怎樣呢 再珍貴一些 就經常這個男歌星的老婆 就開始 不單止是狀寧羊 還是狀寧羊 BB毛 弄頸根 真的嗎 她就這樣剃了她的毛 她都抵受不了那個寒冷 她會死的 不是不是不是 她是剃了她 哇 即是狀寧羊的BB很小隻的 但是那些毛是 很有亂的 很有亂的 但是她們是很保暖的 她剃了我們來積那些頸根 為什麼不就這樣剃了她的毛呢 遺根 沒有剃了死的了 冷的嘛 對 因為這樣就是 冷的嘛 所以她即場剃了她的 就拿那些狀寧羊BB的毛呢 用來積維根 嗯 那段時間呢 這個女人呢 在中環 開了一間小的 不止一百尺的小店 可不可以雜誌拍過的 她只是賣頸根一個月 買這些維根 一個月賺三百萬港幣 神經病 是啊 很不明白 現在剃了她 即是你 你拿了那些毛 然後放進去一個 溫室裡面 讓她生出來 可以殺雞取爛的嘛 所以後期 你知道藏羚羊毛的維根 是炒到大概是兩萬至三萬一條 那她是賣八千還是萬二一條 即好像皮草那樣 但是你肉眼看 等一下我給你一些照片 肉眼看你不知道是藏羚羊的維根來的 但是她的保暖程度是很厲害的 人家是比西藏的人用的 香港有幾凍啊 要用這些維根嗎 零下四十度嗎 我經常都說 你買那條維根來把鬼嗎 但是現在那個珍貴程度的時候 你知道很多人覺得擁有又是一件事 就好像皮草那樣 是啊 好 然後拍著這個女人 她說維根維根 問她多少錢 然後她說大概是怎樣 現在都 如果印度呢 都還有人非法賣這些維根 非法的 然後她拿閉路電視 即攝影的那些鏡頭拍了 她說一個門裡面也有門 然後她還教她 你帶這些維根走 你拿去美國賣 現在你在那裡賣 就是四千元一條 你回到美國買就四萬元了 十倍的你賺 就是教她怎樣去偷運這些 就是已經頻危絕種的動物的毛 她一帶出境已經被人抓了 但是 我想說 是坐牢的 是啊 是因為不可以戴的 就算你現在香港 你這幫女人 你曾經買了這些 你擁有呢 請你留一張單 因為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 是給用的 某年某月某日之後 立了禮之後 立了禮之後 是不給用的 OK 那當然 就是你之前買的那些就OK了 那你也不需要扔掉它 你就當它長用了 你既然都買了 是啊 但是之後買的那些是犯法的 OK 因為你 藏靈羊現在是全球保護的 就是動物來的 因為 他們的數量很好 現在多了一點了 多了一點了 但是都沒有多到可以給你們 就是用來劏尼 就是用來積維根的 買這些維根的那些人 那些真的是靈羊來的 那些 是啊 但是我想說那個女人 是因為這樣 什麼 智庫的 我等一下給你看看 OK 圖文並貿影 就是靠這樣發達的 OK 那一會兒回來 既然講到這個 就是大家如果去 去世界各地買土產 記得留意一件事 就是詢問了價錢 或者上網看了價錢 先去買 因為很多時候 你上到山之後 由於這個網絡又收不到 所有的東西 買了 多少錢 就不要被人湯了 這次是文女局介入這件事的 也都全數給了一些團友的 好了 那一會兒回來 休息一下子姐 我們有娛樂審死官 好了 歡迎大家收聽 大家收聽 最後這個環節就是娛樂審死官 我想今天怎樣都要 談論這件的娛樂圈中 就是爆出的事 因為一講 就已經震撼了中港台 全線都是 第一條新聞 第二條新聞 第三條新聞 第四條新聞 全頭五條都是他的 哦 即是繼小豬之後 又是全球華人 集體公審的一個人 沒錯 就在講的是吳亦凡 這段新聞 我女兒告訴我 因為你女兒才是危險 我沒事啊 這個年紀 她最喜歡你的女兒 因為她有追星 就是有這些娛樂新聞 還有她是 我原本是不是很認識這個藝人的 大概在四年前左右 我有一次在一個飯局 有一個飯局 其中就是 我先介紹了吳亦凡 給香港人認識 其實很多香港人 你就這樣看 前陣子 有個洗禮電話廣告 全線在 就是 紅碎 西碎 東碎 全線 你看到 紅色那個廣告 就是她 但是當時我想告訴你 我大概四年前 我是當晚 我就覺得自己 哎呀 原來我真的不認知娛樂圈的東西 那個飯局裡面 就有幾個電影資深從業員 他們是幕後的 就是她是尋藝人的 就是 專門是 應該這樣講 製片 和監製 監製和製片 她問我 你知不知道現在 全中國哪個收片籌哪個最貴 她問我 我通常都會講一下 周潤發 梁朝偉 周星馳 這些 全部都錯 是這樣 接著我說 現在原來在中國有人收片 就貴過 周潤發 我真的說 貴不貴得成龍 貴過 是這樣 她真的這樣回答 我說成龍都貴過 成龍給我印象 都已經很貴一下 國際人 然後我說貴過 劉德華 貴過 我說誰貴過 吳亦凡 很大聲 我說誰吳亦凡 我當時 四年前 他說吳亦凡是收一套電影的片集 是一億四千萬 當時她和綠鹹 是啊 兩個 總而言之你要找她 他們是鐵價不易 一億四千萬 還要說是多少日期 所有的東西 用就用 不用就不用 那個期已經排到三年後了 是啊 你記不記得之前 因為我剛才怕說錯了電影的名字 我上網再查 那套東西叫《上海堡壘》 拍完之後 那個導演走出來說 因為不斷被人說這套戲很難 是 上第一天 大家本來很期待的 是 上那個晚上就已經是全線微博 是罵爆了 導演走出來說 其實不關我事 是關我演員事 因為他要干涉和影響我的拍攝 是啊 因為沒有導演不是作主的 是他們的紅星為演員 你知道這個請吳亦凡拍戲 除了天價的價錢是一億多之外 又不給其 第二 這個我不做的 他真的是這樣的 然後第二 這個影響我的形象 不好意思 那個導演說 不是啊 你是演員來的 你不做我怎麼加到劇情 你自己想吧 我不做的 是啊 但是那個投資方 是樣樣都不做的 是的 但是那個投資方我覺得 我現在給你十億八億去拍這套電影 你不給那些可以拿到票房回來的演員 我又沒有信心去投資你這個劇本 所以這個導演是夾在中間 剛才你剛才說的 跟我看了他的訪問 他說 我就不主張用這個演員的 但是投資方位一定要有吳亦凡 那我就隨便吧 一定要有吳亦凡 那就是吳亦凡 但是吳亦凡 你也是這樣的 是的 你想想想保留的時候 陸涵你又見到他多久沒有 有東西想讓我們接觸到 當時四年前 全中國最貴片酬 我都說了 我當晚的飯局 我說不是吧 我說他們兩個的片酬 已經高過劉德華成龍的了 是啊 是啊 億幾 可以不請 他還要第二句 可以不請 是的 還有很多條件 是啊 第二件事 你能找到他 都未必一定答應 不是說你給他一億四 他肯做 是的 我要拍誰 是不是周遜 是不是舒奇 是不是 他一定要選演員的 就算你做二或者三 我當時心想 哇 原來中國有一些 這麼厲害的 就是叫做偶像級的了 已經 哇 真厲害 我跟著問 誰不易煩 當然解釋給我聽 就這樣 在韓團 這樣 當時又有印象了 又有印象了 對這個人 這幾年都不停留意到他的新聞 這次我又給了一鋪清他的袋 嗯 OK 原來這幾年 他這麼紅 他真的賺了很多錢 他已斷幾十億計的了 找了一下 OK 找了下袋 我不知道他的經理人怎麼拆帳 總之 他是賺了的 OK 最近 有個網紅 爆出了一件事 我想這次應該吳亦凡 都可以 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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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幫吳飯 是啊 是啊 現在他有新名 知道嗎 不知道 全中國不是叫他吳亦凡的 他有新名 就知道大家都覺得 吳亦凡你離開了 叫做吳簽 捉簽的簽 哎呀 慘 捉簽的簽 就是牙簽的簽 OK 你現在聽完所有的東西之後 接著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叫吳簽 OK 就是捉簽的簽 內地人氣小生不煩 最近被一個叫做都美竹的人 大爆他的選妃潛規則 嗯 當中是怎樣呢 專門吃這些 就是叫做選女的酒局裏面 選一些未成年少女 嗯 就是來迷姦 由於迷姦兩個字是很嚴重的 OK 就是 接著就 南方 他第一次說的時候 南方就說 就是 你這樣說我 我告你 對這個女生說 你告 我會把圖文並茂照片 所有東西給大家看 嗯 他說你告 你快點告我 你越告我越好 OK 也都將就是怎樣呢 就是吳亦凡 他怎樣唱呢 現在大家在找這個人 就是韓國的EXO的隊員 他說他之前一個隊員 他整身臭崩崩 有臭壺 什麼什麼 去到這裡之後 他說有想又為證 有他的所有的圖文 並且有片 嗯 掩口費 他知道這件事情是真的了 掩口費 吳亦凡給他兩億人民幣 收聲 嗯 我不會收聲 嗯 我會把你在這邊呢 防事的對話 和所有的過程呢 我都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你吳亦凡是什麼人 嗯 嗯 這個女生是幾 幾 幾 就是 兩億 她的後台幾硬正 是啊 兩億都不要 兩億都不要 是啊 他說這個女生說 我要親手看到你 然後被送入監牢吃十年呢 這個監牢的後果 嗯 他說我不要你這兩億 但是我要親自看到你 坐十年監的感覺 嗯 嗯 而且子博都說得對 不是錢的問題 對不對 她有 她今早有傳聞 說已經是這個女仔的好朋友 就收到一個陌生人 送一句對白給她 就是你和你的好朋友 好好的過完餘下落的時間 已經好像傳聞說 又收到恐嚇了 是啊 一定會 嗯 我想他們兩個呢 因為他們說的是要斷億元的收入 一定會 因為現在呢 一鋪清了吳亦凡袋子 之後呢 下面吳亦凡一個出來賺錢而已 嗯 他們一定有很多人是跟她賺錢的嘛 就是你想想 他拿了兩億出來去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解決不了 他將兩億去給其他人去解決這個問題 嗯 是的 那個問題就更容易解決了 可能不用兩億 他原本是給兩億 你叫你收聲的嘛 是啊 你不肯收嘛 接著他給兩億人去叫你收聲 是啊 但是你的生命就受到很大的威脅的了 嗯 有時候說 因為昨晚我女兒跟我說的 現在那個女孩子好像消失了 是啊 很危險 是啊 因為一個女孩子 最後的留言之後 現在消聲下跡了 都不知道她是怎樣的 嗯 嗯 還有這個女孩子呢 她說有了她所有的證據 OK 首先你問我 這裡哪一條的罪呢 你是會覺得 唉 那算了 又不是太過分 吳亦凡的罪狀裡面 這次呢 就說了 她說她這個女孩子呢 是手頭有了所有的證據的 她列出她吳亦凡的第一條罪狀了 OK 她說吳亦凡的罪狀呢 就是經常 她有隊友的 就是她是男團來的嘛 嗯 經常看不起其他隊友 及其他藝人的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她不是有 因為自己紅的嘛 有另外的電視節目的 就是那些什麼 她經常都有的 她回到來之後 在家裡之後 就告訴你 神經病的 有誰是誰 玩這個綜藝節目的時候 過來抱著我 臭崩崩的 嗯 就是會投訴其他的藝人 嗯 這樣東西呢 我都算了 唉 就是你拍攝 你投訴其他人呢 都算了 就是你起碼沒有犯法先 是 就是總有人 就是 就是覺得你的格格不好 是不是才可以過你 對 我有一次的飯局裡面 我說算了 他又沒有犯法 又沒有得罪你 就是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就是 誰誰跟他拍攝 神經病的 整天還沒在那裡照鏡 我又得他 他照鏡又不是影響到你 不過吳亦凡 他說真的有人抱著他 我真的影響到他 是不是 就是可能真的很臭 那個人 可能真的 不是啊 他說他對方很臭 還要抱著我 那你拍攝有時候 那些 就是你知道他會拍哪個人的節目 都是有ikka 抱抱有 gibi 那你又很難的 那麼你這麼大瑕 是沒有照料 這東西呢 我又覺得算了 就是他回來減一下 髒一下 滓come 我又不是覺得一個罪來的 嗯 我有時也聽到一些藝人回到身上 他們瘋狂的拍攝拿了鏡子出來 算了 他拿了鏡子出來沒有影響 你就任由他拿 他埋位做就行了 你拿不拿鏡子 拿個照鏡子 撒掉 我也有說的 總而言之 在片場裏面不影響別人的東西 算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些雜性 算了 大家將就那些群體工作來的 可能人家看我們很多東西不順眼 大家很想包容 我見過有一次兩個女人在這裡 罵另一個女人 瘋狂的 拍戲就拍戲啦 經常帶那麼多零食來吃 插聲吃到 我說他拍攝的時候有沒有吃 那就沒有 我說他休息的時間而已 吃零食有沒有說不給的 但我減肥嘛 在我旁邊不停摺摺摺的 這些我又覺得我原諒到的 他帶零食來吃 或者他帶什麼 船啊 又不是什麼罪狀來的 就等於 第二條 就是有一個叫選妃酒局 就專門選一些未成年少女 就會灌醉她們 之後就奪取她們的初夜和童精 這個是第二條罪 我就不能原諒了 就是你迷奸未成年少女 就不能 這一條罪呢 現在很多人都不放過她 而且因為她現在這樣發酵 越來真是假的 那些人是真是假的 不知道了 越來越多人湧出來 說她都是受害者之一 好像MeToo事件一樣 越來越多人 跟著就說是受害者 你問我呢 這一條我是不能原諒吳亦帆的 如果是叫迷奸未成年少女 就不可能的了 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不管你是誰 我不管你是天王 你搞迷奸未成年少女 都接受不了 是的 所以其實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時候 真的要跟他們好好的灌輸一件事 不是名人或者一些什麼的人 就等於那些人是可信 是的 你每一次接受任何一件事 或者見某些人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所以這次很多人支持這個爆料的女生 她自己最接受不了的就是 她會公然地迷奸未成年少女 但是這條我想是全中國人都應該不會放過她的了 第三 這個罪狀就算了 她說吳亦帆很喜歡在行防的時間 就經常問她我大不大 唉 真是那些自揭窗疤 還是她越介意那件事情 所以才會有這些對白走出來 不是 以下來的內容純粹是這個女生說的 她說每一次吳亦帆跟她行防的時候 一定會問她 我很大的 你有一人 是這樣的 然後她做到中間的過程 就是我是不是很大的 受不受得到 看一個拳頭 不要再問了 這個女生就說 在床上 我難道跟你講真話嗎 你兩三分鐘已經完事了 還要我讚你厲害 你不是玩東西 是不是 我大不大 大不大 原來你已經在做 我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女生都毫不保留地 哈哈哈哈 她說女生最喜歡在這個時間就是欺騙你 而且因為你這麼喜歡欺騙自己 那就無所謂啦 你說大就大 不過都夠我用來拋鼻孔的 我的天啊 這個先生 這個女生的鼻孔也很大 不是啊 她說你那裡都夠我用來拋鼻孔的 我本來用手指的 不過現在你那裡都夠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你說這個我有畫面 這個女生究竟有多討厭她啊 她說 本來我用手指的 不過有了你那裡之後呢 我都可以用來拋鼻孔 一蜜多用 是啊 其實我已經給你面子了 形容是手指 其實我想用牙籤去形容你的 不要這樣弄毀牙籤 是啊 所以從今天開始 你不要叫吳亦凡啦 你叫吳簽啦 是啊 所以是這樣改了她叫吳簽啊 全中國改了她叫吳簽 是因為這樣啊 但是知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女生 對她那麼癢呢 是因為拍過拖啊 還是她被騙啊 還是 這個女生是由始至終 是因為她 揭穿了她迷奸未成年少女 所以是不放過她的 但是她自己不是本身的受害者 她本身不是未成年 很明顯她這樣說 就是說其實她是自願的 是是是她沒有說她 她不是受害者 她不是受害者 是 只不過她知道她有這樣的背景 她有做過這些什麼 她又叫做什麼呢 警惡情間 為女性發聲 可以這樣說 是的 但是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現在這件事搞到這麼大 其實真的有關方面 一定要好好保護這個女生 是啊 不要因為這樣而被消失 是吧 當然大家不知道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現在還是有台證實 因為我看報道 都好像說 吳逸凡她說 如果我有做過 我自己入獄 她自己這樣說的 但是問題是 現在有台證實的同事 你都要保護這個證人 是啊 這個是可以告訴別人 究竟 是的 還有要交給法庭去判決 真的 還有第二 其實這幾天不停這件事發酵 她原本代言人的所有名牌 都站出來和她割席的了 還有如果是真的要賠錢的 她又要準備毆特了 是啊 是啊 都是的 所以現在暫時來講 最重要都是 直播說一句 你先保護這個女生 你不可以讓她突然間消失天余地 那說真的 吳逸凡你都覺得自己清白的 你更加要保護這個女生 是啊 如果不然怎麼幫你手脫罪名 是啊 是不是 因為如果這個女生突然間被消失的話 你的嫌疑是最大的 是的 因為為什麼這個人要被消失呢 還有為什麼這個人 我都說了 譬如真的 第一項 你說她回來會投訴些拍檔 麻煩啊 那個薪臭呢 這件事我原諒的 就是你投訴 你喜歡說什麼 你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就算你下面好像牙籤那麼小 你都影響不到我們 你都影響不到我們的 是不是 還有你也是幫人戳牙而已 你影響不到我的 是不是 但是其實現在大家都拿著它中間那樣的嘴醋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迷奸未成年少女 那就真的不行了 還有因為在法律上面 還有在所有問題裡面 你都不能夠做一個藝人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做的話 絕對是 我想發覺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的女兒 因為她現在就是說 她找一些未成年少女出來的酒局 飯局就是因為他們叫祖女團 如果你的女兒說要祖母逆飯 而就是說祖女團這件事 你會不會讓她吃這頓飯 不會 如果未知呢 都不會 一起吃 我沒有餓 我還沒吃飯 一起坐 一起吃 就不可以單獨 當然 當然 但是未出事的時候 她是一個這麼紅的藝人的時候 這件事 帶不到給你作為一個父親 對這個人的信任 其實我做得這行 我不知道這行複雜嗎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 這行怎麼會不複雜 如果真是 如果真是這麼乾淨 就不會有餓落審死官 是 我再說一件事 當年有一個叫做電影公司 找TVB一個女兒的人 去談一套電影的拍攝 就是這樣 一樣 好像子博爸爸那樣 那她就說 咦 女兒 電影公司找你去拍戲 我陪你去 就是我怕娛樂圈複雜 你有什麼事 爸爸會負擔不了這件事 陪你去 那她就覺得 就是 如果你真是找他拍戲 爸爸來有什麼問題 就是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拍戲嘛 是啊 那你工作而已 那你知道去到電影公司 就是電影公司的老闆 看到這個TVB的女藝人 帶了家人來 他說 蛤? 你帶了家人來? 是啊 我爸爸說要陪我來 我想看一下究竟拍些什麼 不用聊了 現在馬上走了 嗯 不是她多少歲 如果她二十幾三十歲的話 你聊的事情 你帶了家長來 那我都會覺得 不是吧 你自己處理不到 你二十幾歲 你一個女孩子 去到一帶陌生的地方 爸爸陪你 都不是一件問題 爸爸可以坐在外面的 是啊 但如果比著我 他又不是阻礙拍攝 不是如果比著是我 他真的是一個 就是如果是一個三十歲的人 他如果帶了家長來 我會覺得他是Marble 不是他Marble 他Marble還Marble 你現在是因為什麼事情 想他拍戲 對啊 對啊 你因為他的演技 是因為他的條件 而令到你想要拍戲 你不會因為他的演技 他的條件 而因為他爸爸躲在那裡 你覺得他會不會有影響 我會想到很多事情 就是拍攝現場的時候 你會不會什麼事情 都要再經家長處理 不會的了 不會 他都沒有埋位 我想當時這個TV的女藝人 你說他的歲數是不是二十幾 都二十幾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人家是約他去政經 去電影公司談的 不是約他去酒店 但是爸爸都害怕的 因為他陌生的地方 你始終有這麼多男人 他只是想保護那個女生 他不是進去廳 他坐在那裡外面而已 這個是家人的保護 我覺得 有時候你去一個女生去陌生的地方 就是你有個男人 坐在那裡 他不是阻礙你 你就自己做事 我阻礙你 因為我陪你而已 始終是我的女兒來的 有什麼事 她一輩子的 我覺得那一次 我聽完講之後 我說這間電影公司很有問題 喂 你爸爸坐在外面而已 不用趕你扯的 很簡單 因為我的女兒 她真的很想做拍戲 很想做演員 她都說 如果可以在內地拍戲就好了 我又說 如果你在內地拍戲 告訴你 我會和你一起上去 你在上面住 我就和你在上面住 對 我一定是這樣 你不要想自己想去 我不行 因為我想她未 不只是內地的 韓國也是一樣 每一個娛樂事業很蓬佩的地方 都會有一些所謂的前規則 是 是不是 你一定 你作為家長 你怎麼會不陪他們 你不陪他們 你這麼放心 我不行 這件事我贊同子博 因為這次吳亦凡 這宗新聞爆出之後 再次有很多人談論 娛樂圈中的潛規則 有多少人利用了這個潛規則之後 就騙了一些少女 或者少男的身體 這次慢慢 忠言之 不可以被這個爆料的女人消失 因為消失就沒有公義了 因為 如果你不亦凡沒有做 你怕什麼 你幹嘛要她消失 是不是 你不就交給法庭 審判 他拿出證據 他現在最怕他會播一些片給大家看 我都不想看 不想看 因為他牙籤 你不想看 你簽我後面那句 我當然知道你 如果是帳臂那麼大 好拿來看看 拿來看看 李斯牌 他們對付我了 拜拜 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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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